罷免结果出炉 3Q总部欢声雷动 成功3Q杨文元速度哽咽 但另一头的陈伯伟也是难掩失落 陈伯伟嘴上还是不认输 但台下的支持者情绪低落 又阿贝更激动的摔下椅子 满脸是血 纵观这次的投票结果 同意罢名的选民有7万7千8百99人 不同意的是7万3千多人 同意票超过门槛陈伯伟下台一举功 不畏惧执政党可能的打压 无名化的指扣 今天站出来勇敢的用选票 表达在地的民意 这一仗无疑也替蓝颖打了强心针 总统蔡英文表态力挺传伯伟 最终没有发挥功效 在五个选区当中 只有五日区的不同意票 高过同意票 其他的四区全输 跟陈伯伟当初当选时 五区全拿差很多 而罢免票的投票率 也来到51.72% 创下历史新高 专家分析 全前两周 陈伯伟从兆陶到赌博店玩 黑历史不断被起底 虽然团队以苦心的悲情牌应战 但他的负面形象已经根深蒂固 得不到选民认同 在这一年九个月的任期当中 陈伯伟其中考不及格 被退却下台一举功 这台中综合报道